你知不知道照片上的这位女士是谁 是副总裁您的母亲 那和我母亲跳舞的这位男士又是谁 老板 我用我的生命向你发誓 不是我 你给我滚 我瞎吗我看不出来 有人告诉我说 他是你爸爸 那不可能老板 来你看这张照片啊 就招了半张脸 再说我爸就是一个大学食堂里的厨师 他根本就没有那跳舞的天赋 你别让我查出来 如果是他怎么办 按传统办 我订个饭店 车队这块老板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我有几个有钱的哥们 我都能给他吃喝 然后全程咱们录下 我再找个司仪 你说什么呢 道歉呢 这事必须得公开道歉呢 普通员工的父亲和副总裁的母亲纠缠不清 他不要命了 你是不是胡我呢 不想干了是吧 老板 我昨天刚提的竹纹 咋能说不干就不干呢 那好 今天我就不走了 我就在你家 等你爸爸回来 我要当面问他 如果是他 你必须得帮助我说服他离开我妈妈 成功了 我让你飞黄腾达 怎么样 那要是失败了呢 我让你飞向太空 爸 你咋搁家呢 爸 我不搁家 我搁哪儿啊 你搁哪儿 这个点你应该在单位也不应该搁家呀 爸 家里来人 你谁呀 你好 我是 不重要 明花啊 你过来 哎 那个 爸给你说点事 你走吧 我上哪儿去呀 爸 爸想吃冷面了 你 爸给你拿500块钱 你去趟盐边 给爸买碗大冷面 如果你要回来路上饿了 你给他灶了也行 行不行 爸 买碗大冷面 到盐边去啊 儿子 颜面那冷面的 perfect 真是明摆着要给人支走啊 哎呀姑娘不好意思 刚才打断你说话了 你 你谁呀你啊 邓叔叔 你好 我爸姓张 你爸姓张 你为什么姓邓 那随我妈姓呢 漂亮 江叔叔 你好 我跟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邓明川的一位普通朋友 今天我来到家里是专程拜访您的 有个事呢 想让您给我个说法 这关系到你家明川的未来 滚 他是不是怀孕了 你说啥的呀 爸呀 我吃了一剔冲心爆炸 我也不敢跟他谈恋爱呀 那到底谁怀孕了 爸呀 这里边就没有怀孕的事 行了啊明川 我现在没时间给你俩唠了啊 只要不是你谈婚论嫁的事 那都不算事好不好 你老大不小了 别老在家里待着了 你都待颓废了 正好你朋友不来的吗 邀你朋友看个电影 吃个饭啥的行不行 爸不陪你玩的啊 不陪你玩的 叔叔 姑娘 失陪了 失陪了 你爸干嘛去了 老婆有话要问他呢 我爸到礼物上了厕所 上厕所是吧 好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瓶酒哪来的 哎呀 这瓶酒是我爸上过月过生日的时候 他一朋友送给他的 这瓶酒是我妈前年过生日的时候 我送给我妈的 前两天我还问他呢 他说 啊 那瓶酒啊 他圆咕隆咚的 谁知道咕咕哪去了 老板 你千万别生气啊 整件事我已经分析得明明白白的 老板 你放心 一定给你处理的漂漂亮亮 你怎么处理 我陪你一瓶酒 我陪你一瓶酒 邓明川 你用你脖子上这玩意儿好好合计合计 这是一瓶酒的问题吗 陪你一瓶 我给你一瓶 你过来来 我问你啊 假如他俩真的谈恋爱了 以后你在公司怎么称呼啊 那我在员工心里还能有微信吗 你是叫我老板还是叫我老妹 来来来 老板 首先我觉得咱们这个称呼可以不要那么具体 你可以广泛一点 你好比来说我见到你 哎你谁你过来来 哎老板那是我你叫我哈 就咱俩偷摸的 哎呀 这也不好 老板我要表达的是啥 我想跟你说 就是我要说 我要说我编不先去了 那张照片中第一眼看的就是我爸 漂亮 老板 少喝点 一定就行 哎呀 你咋还不走呢 咋造成了呢 这瓶 来姑娘你喝什么酒 这酒味道不错呀 姑娘啊 你到人家哪里边拿酒呢 你到这个酒对我多大意义吗 说说你动什么 孩子 你信人家有没有点舒适 你为什么好强一小戏 因为女人 你怎么管管你这瓶 老板 你放心啊 老板 咱都别说了行不行 今天这事啊 我处理 我都没舍得 老板 我大意灭亲了 咋呢 爸 急点了 他想唱会歌行吗 这个职位啊 你唱什么歌呀 唱歌呀 我其实很压抑 你干啥呀 集团年会上 我都没这么放肆 今天过出去了 给我你的手 和你的腰腻 让我们肉 还在意学生的葬名餐 不要在意过日的悠长片段 不要披露 那些悲痛对见的争托 我的朋友一起 让我们一起摇摆 看着了朋友 还可爱 一起摇摆 爱 爱 别过了 别过了 我们忧了 狂将所有上空来 上空吧 一起摇摆 叔叔 一起来呀 转起来就不晕了 什么 完了 家里来客人了 我刚才让你俩走 你俩不走 赶紧给我进屋的 进就进 我带我看看是谁 我爸根本就没有跳舞的天气 这还没天赋呢 都快跳飞了 老板你听我说 我爸刚才那两步啊 他不对 来了 来了 那就醒吧 就这么敢站着 不打算带我参观一下吗 哦 我都跳萌了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家客厅 卧室 卧室 仍然还是我是 这是厨房 这是书房 哎 杨女士 这个碗你应该印什么 这个叫做大门 他不管能进人 还能往外出 杨女士 来 你试一下 来吗 来来来来来 你出来 来来 干啥去 出去跳啊 外边冷 就在这跳就行 来 来 来 你进来 来来来 你进来 来来 你进来 咱俩快点 跳啊 杨女士 你屁我屎 一会儿女儿子回来了 来准备好 手给我 来准备 五六七 妈 家家 等妈妈跳完这一起的 家家 你咋在这呢 不是啊 她是你妈呀 呸 不是啊 她是你女儿啊 这是我女儿 家家 家家 你咋在这呢 她是谁呀 她是我儿子 你儿子 伯母你好 我是明川 哎 张先生 你儿子在家 你让我上你家 跳什么玩意 杨女士 你先别说我儿子 我要重要的通知你 以后啊 你就别老找我跳舞了 怎么谁找我跳舞 你在家里啊 是好好管管你姑娘 你姑娘到人家 你要大大咧咧 随便喝人酒 唱歌又是跳舞 张先生 你怎么说我姑娘呢 哎 哎 我怎么说你姑娘 我知道你姑娘什么意思 就是想着我们家明川了 毕竟我儿子很优秀嘛 对不对 昨天刚升的主管 现如今不是什么孩子 都能跟我家孩子一块玩的 对不对 你看你姑娘穿得挺立着 她有单位吗 有五险一金吗 叔叔 这是我名片 多多指教 谢谢 天河集团副总裁 儿子 给你一个单位的 看见没 你姑娘是天河集团副总裁 她是副的 我儿子是主管 她是主的 那副总裁 有主管大吗 太搞笑了 副总裁呀 那总裁是谁呀 我千夫 您姑娘真优秀 你咋到这儿来了呢 公司新提了一个主管 我来家里喂喂一下 我把你见得好快哦 闭嘴 家家 不管你为了什么 你既然来了 我就希望你能理解我 你已经长大了 有自己的工作 也有自己的生活 妈妈有点爱好 跳跳舞 交交朋友 这不过分吧 你看 一样 现场的气氛挺尴尬 那个 我当小辈的 我想说两句 我觉得 甭管您跟我爸 是弹三琴 还是跳跳舞 我都没有意见 我也没有权利 有一见 我觉得黄昏恋 就应该跟正常年轻人的恋爱 是一样的 没有必要搞的 就像比谁低一头似的 老板 您看我爸这么多年 一个人带着我 您母亲带着您 真的付出的太多了 为了让我们快乐 他们放弃的也太多了 我觉得 他们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岁数 是不是也有权利 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我想说的 我说完了 气氛仍然是这么尴尬啊 你们聊着 我哪凉快哪待会去 妈 我 我其实我 我去看看他上那凉快去了 你们落着 杨女士 你没生过气吧 没有 张先生 你儿子看着挺内向的 他说出来的话呀 确实有道理 没有你女儿优秀 你家家家长得不像你哈 像他爸 脸大 你儿子长得也不像你哈 像他妈 困 张先生 那咱俩今天就别跳了 索性啊 陪两个孩子一起吃个饭 哎呀 求之不得呀 那请吧 杨女士 谢谢 谢谢 张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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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